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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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的烘法是前面我会让 让它的火力比较小 拉长那个蒸豆子的那个时间 每个人不一样 有些那种比较大台的烘豆机 效率比较高 可能烘个豆子不用十分钟 就可以烘个六百克 甚至有些更高的 那我们一般家里就是像我用这种RF300 我觉得RF300算是很好维护 应该说不需要维护 它原理就是发热跟旋转而已 其他都靠你去调整 那你说调整也没有太多地方可以调 但出来的东西其实都不会太差 所以烘豆我觉得自己烘真的不难 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问 今天又做了一件事情是V11 因为有些朋友 接下来可能会拿到你们V11 或已经拿到V11的朋友 我利用这个机会顺便跟你们分享 就是V11其实它的避震 是它有那个避震筒 然后是在踏板上面 它是属于踏板避震 但是它有分上跟下 上枪式跟下枪式 一般我们都只是打下面而已 打下面的话 会决定你避震的 应该就说软硬度 我觉得你如果打比较薄 它比较硬 比较不会弹 你如果打的比较少 它会比较上下的幅度会比较大 会比较比较软 对就是一个硬比较软 可是你如果打了上面 因为打了上面之后 它会把避震筒再往下压 所以你的踏板 你踏板会有会比较 你踩上去的时候会有个力道往下 会比较快沉下来 所以就不会感觉那么高 所以那个有滑V11的朋友 是可以试试跟上面打 至于打多少 这个要调整 像我今天是打上面打30 下面打90 我的方法 可是你不要觉得30很难 那个一压就是50 那个一压压下去 大概跑到50去 所以你还要稍微做一点点调整 那在打气的过程 尽量两边要打一样 要对称 然后后来我另外又 又弄了那个踏板 我把踏板原本的沙子拔掉 原本的沙子跟我们滑板的沙子是一样的 那我换上的是昨天 那天那个店长他给我的 就是原本是他们拿来给V10用 所以他上面还有一点点V10的那个logo 可是他可能又用那个料去剪 所以剪出来不是很准 中间有些地方有空隙 所以如果他到时候要做V11的话 那个板可能要重划 要划比较准一点点 那我刚刚踩了一下 哎不错 因为那个V11比较重 所以你的指滑的那个地方 你如果踩上去 能够扣得住 就是你鞋子不会跑掉的话 你就不太容易倒车 你都踩上去脚来滑一下 车子就会轻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是有帮助于你固定你的车身 那在滑行进肩 例如说你如果遇到震动 有时候会震到鞋子会移位 如果你喜欢去offload会移位 那那个肩肩的就可以让你鞋子固定在原地 这个是我觉得应该是不错啦 但是也有缺点喔 你又固定在上面的时候 你要移动脚 你变成要脚要抬 你没办法直接像以前用直接滑的 直接这样挪的不行 你要抬起来 这是有点不一样的地方 那另外我对 我刚刚跑去剪法 那这里发生一件有趣的事情 我去剪那只叫HQ 是在BQ 反正就是日式的那种剪法 他是300块 一般我们那种快剪是100 那我去几次我就觉得还不错 我就去 反正我大概一两个月才剪一次啦 所以我就觉得还好 然后在剪法的过程 那个那个 今天是一个年轻的先生 他就说 他就问我那个毒轮 他说那个毒轮很贵嘛 这个是大家问毒轮的起手势 一是问价格 二是问好不好学 果然他就问这两个 然后大家问多少钱 我就大概2万上下 然后好不好学 我说学就会 他说那你觉得 一般人学不会的原因是什么 我说因为一般人 如果完全没有滑过 他又没有去做一点功课的话 他绝对站不上去 那后来我剪完头发 我就在那边示范给他看 我就单脚 我说为什么会站不上去 因为你一脚踩下去的时候 轮子就往外倒 他说对耶 对啊 我说我现在把轮子给你 你也一定踩不上去 就是要透过练习 那只要你愿意练习 其实都学得会了 因为最近都在忙读轮的事情 其实我比较少聊一些跟工作相关的 那其实我这几天有一些感触啦 你知道因为我每天都在拍影片 那就会有些因为看了影片之后 可能多少多少会到粉丝来问我问题 那问到后来有些人 几乎是把你当Google 那他有一些朋友是 他可能已经买了 例如说我介绍GoPro 或者我介绍空拍机 那他事实上买了 而且他不是跟我买 可是他遇到问题的时候 他通常不是去找卖家 他是直接跑来找我 甚至有一种人是 他在买之前 问了你非常多的问题 真的问很多 你就一直回他就好了 而且他问都问得很急 类似那种很急在线等那种的 你一不理他呢 他就一直连续一直发 有时候会觉得有点烦 可是我看说想说 嗯这个我们多解释一下 可能有机会可以卖他空拍机啊 卖他GoPro啊 或者甚至卖他独轮啊 所以我们还是会回 可是回完之后 得到他要的答案之后 他就不见了 不见了可能隔了几天吧 可能隔了几天他去买 买了后发现问题 他就回过头来问你 那问你的时候你就会问他说 那你不是还没有买吗 没有啦 那我哥的啦 我哥的 我朋友的 我朋友借我的 其实我知道啊 我知道你是买的 但你不是跟我买 你就跟别人买 结果有问题的时候 别人可能不理你 或者是你觉得我比较好问 就跑来问我 那跑来问我之后呢 我就会跟他讲说 其实你如果真的有这方面需要 你应该是来问我 你如果要买应该来是问我 然后当你有问题 你也可以问我 可是你如果不是跟我买 你应该去问你的卖家 他说这不是我的 我说那你应该叫你的哥 你哥或你朋友去问他的卖家 是不是应该是这样 然后他就说 你放心啊 我没跟你买 可是我会看你影片 那我这边要跟你说 其实我真的不稀罕看影片 真的我真的不稀罕 怎么说 我每天记录这些东西 我绝对不是为了赚广告费 我一个月大概平均啊 大概可以拿到200美金到300美金 这中间 不一定 那200美金大概多少钱 6000多块 如果是300美金大概就是9000多块 那一个月有30天 对不对 我们算30天 好啦 重量给我拿300块美金 一个月30天 所以一天是多少 一天大概是300块台币 一天 一天 我因为一支影片上去 我可能会赚300块台币 那这300块台币 有多少人贡献呢 你知道吗 我平均每个影片的观看次数 大概是在1200到1500 我们算1500比较好算 所以300块 300块 300块 1500个人 看影片 所以呢 每个人贡献五毛钱 有看影片 对我的贡献是五毛钱 不是一块 还是五毛 所以你觉得我会在意的是 那个五毛吗 绝对不是嘛 我希望是因为我的介绍 不管是介绍 独轮 空拍机 GoPro 或者是 最近DJI的OM4 或者是像咖啡 我刚刚讲的烘豆机 我每天这样子介绍 其实 我除了是记录 因为这真的是发生在我每天 我每天的生活中 而一个礼拜左右 我会用一次烘豆机 每天都滑独轮 每天都用GoPro 我有在拍摄 有时候会用360 那偶尔会用到空拍器 我用的这些东西 都是我日常生活 我真真实心在用的 所以我把它记录下来 我拍成影片之后呢 你们多少会看到 你就知道说 咸鱼爸有在卖这些东西 对不对 那你觉得我是 我是纯 让你们欣赏 我 我飞空胎飞的很棒 我独轮滑的很棒吗 不是 其实我是希望说透过影片的分享 我把它当成是一种行销的一个工具 所以你们看了 你们会马上就以后有空拍机需求 有独轮需求 有GoPro需求 就可以问咸鱼爸 目的是这个 所以呢 你千万不要觉得说 我看了你的影片就是给你什么恩惠 或者是我有订阅你就很了不起 其实没有 所以有时候 有些人问得很急 问得很急 我如果觉得你是把我当Google 如果说甚至回都不回 或者是我明明知道你就是来比价 或我明明知道你就是问了就要跑的 我东风不会回 所以你如果觉得 为什么我那么久都没回你 你也不用一直问 我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我觉得你根本不会跟我买东西 所以我不会回你 另外一种是我真的是在忙 所以我晚点回 你知道有的人很夸张 那个问了三年 三年来问了七八样 将近十样的东西 将近十样东西 他没有买过一次 没有买过一次 有时候我会忍不住 我会回答说 你前面问了那么多 你也从来没有买 他说我问了前面 那么多都不是同一样东西啊 只是我问完之后没有买而已啊 对啊就是有这种人 那我上个礼拜遇到有一个翁先生 他现在人在国外 他让我很感动 你知道吗 他订了一台 他订了一台 Let it 的Bianca 我从今年的年初 我拍了开箱影片 之后 大概前前后后 有将近有100个人 问过我那台咖啡机 真的我没有骗你 应该有超过100 然后呢 翁先生是我卖的第一台 我卖的第一台 然后你知道他怎么回我吗 他说 嗯 他现在人在国外 然后他买的是要用货柜 载出去国外 他为什么在国外 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要回不来 但我没有问他在哪一国 他说刚好家人 刚好朋友有柜子要出去 所以他顺便 买那台咖啡机 要运出去 那他说 他说他其实是在 上个礼拜四 他说嗨贤女伴你好 最近看你YouTube频道 觉得太优秀 然后分享的物品 跟许多生活观念都很棒 跟我想法蛮相似的 继续加油 那当时我就跟他说谢谢 那后来他又说 我有在介绍那个咖啡机 我有沒有賣 我就跟他說年初有開團 但老實說 開團到現在我沒有賣半台 我一台都沒賣出去 但很多人都自己去找代理商 或者去找虎記老闆買 或者去找 我不知道找別家 別的代理商買 很多 甚至有些朋友都跟我講說 他看了我的影片才去買 就是還會買的時候 還跟我講說 他因為看了我的影片跑去買 那這個翁先生呢 他非常的乾脆 他買了單機加配件 花了七萬八 然後他說 他說謝謝鹹魚爸 唯一想到可以支持鹹魚爸 繼續拍片的方式 就是找你買我想要買的好物 對 你知道讓我覺得 真的我總算有遇到一個這樣子的人 當然不是說只有一個 其實看影片的很多朋友 都跟我買過東西 所以我真的不care 多少人看影片 而是多少人因為看影片之後 會跟我買東西 你如果今天好幾萬人 甚至上百萬人跟你看影片 每個人看影片都可以按個讚就走了 你千萬不要覺得看影片 對一個拍影片 拍YouTube影片的人是多大的恩惠 其實 我不知道可能有些人是真的 可是我真的不是為了觀看次數拍影片 所以你會發現我拍的影片 我從來沒有刻意去做主題 因為我不需要 我只要記錄我生活每天發生的事情就好 而我不會去管 我今天弄一個什麼主題 然後找誰來一起拍 沒有我不是那種頻道 簡單說你可以把我定位成生活購物頻道 就是這樣子 這是有感而發 因為我很久沒有時間 靜下來拍煮咖啡 然後跟你聊這個 然後同樣的我還是要工商一下 禮拜四GoPro9會發布 禮拜四 那他們貨呢 應該在同時禮拜四也到 所以你們禮拜四看了GoPro的發表之後 如果有想要買GoPro 別忘了問我一下 問我一下 對啊 那心機上一定大家價格都一樣 價格都一樣 如果你有在看影片 又剛好想要買GoPro 別忘了來問我一下 就這樣 掰掰 1 2 3 4